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电影也已将这一题材渲染到了极致 旧时的舞厅 古惑仔 英雄本色等都反响非常 直至今天 它也仍旧是香港电影最大的主题 作为香港著名的国际性黑社会组织14K的大佬 陈慧敏的形象更多被内地观众熟知 是因为他出演的多部黑帮题材影片 虎惑仔中的东兴大佬骆驼 扎指里连任三届的座管阿公等等 这个香港皇家警察出身的江湖中人 一手罢控江湖 一手演绎江湖 涉猎范畴横穿红黑白三道 11月 作为老友记最后一起嘉宾 我们来到香港 与这位特立独行的江湖大佬 对坐畅聊达数个小时 作为在这两个圈子都具有极高画室权的人 陈慧敏的言论帮我们还原了部分帮汇与娱乐圈的恩怨往事 也让我们了解了帮汇这个香港社会里的特殊存在 那个时代呢 讲一句不好听 所有香港公务员都贪污了 以前我们拍电影 六几年到七年来 香港的电影公司全是帮汇开的嘛 除了烧火 家伙 烧市 几个大公司 所有的电影公司都是帮汇开的 现在有很多都有帮汇了 但他们不讲 不敢讲 那个时代呢 强劲我就不相信 你是一个电视小演员 你要拍一个大歌的戏 很多都记大歌 扣了去了 我们叫扣女了 以前呢 什么都做出来了 一定像刘家梁 就搞刘家梁 给人强 假的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你小的都不敢说他是 以救最强 你怎么说以救最强呢 你个子小 永远都是不个个子打 打了打了 你所有香港的帮汇 不敢跟国家 国安局对抗 你一跟国家对抗 你就美运行了 管你是什么帮汇 由于家境一般 初中毕业后 陈慧敏没有继续读书 而是考入香港警察系统 成为一名狱警 这段经历 让本就完事不公的他 很快跟监狱内 鱼龙混杂的黑社会 打成一片 用陈慧敏自己的话讲 当狱警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黑社会了 因为我是客家人 新界全弯长代的 我们那里长代 那个时代年轻人 真的没什么工作 工作很多 那时候比较当警察 或者当政府的公务员 比较好一点 而且那个时候做公务员 那个学问也不是要好高 小学比较 可以考一个警察来做的了 我最早不是当警察 我是当狱警那个时代 就是讲黑社会时代 发明要是 在里面要是 有黑社会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就 就比较好一点 没有黑社会背景的了 做了比较辛苦 我当狱警的时候 我已经黑社会的了 已经是一个 不然说是黑社会 一个团体 一个帮会 那个时候 因为我 为什么我出来 行走江湖的时候呢 那么顺利呢 那么多人家给面子呢 我就因为做那个 那个预警出来 我已经是太多大国了 我做完预警 做了两年 八个月我才 从预警 transfer 就转过去做警察的 成为真正的警察后 陈慧敏 见识到了香港警界的 腐败和黑暗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黑社会在各级政府部门 无孔不入 然而 在这样的环境里 陈慧敏却如鱼得水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 他正式加入 在香港依然如雷贯耳的 黑帮团体 十四K 那个时代呢 讲一句不好听 所有香港公务员 都贪污了 还叫你当警察 你不能当清官 你不去贪污 都有人会每一个礼拜 给你钱的的 你要我要当清官 不可能的事情 马上你就没得做的 我们广东话就炒鱿鱼了 因为这里整个一个子坛 整个警察部 整个消防局 整个海关 都贪的了 那个时代 都是讲贪污啊 讲帮会啊 什么都有那个时代 就是警察跟黑社会呢 是站在一起的 就很像黑帮是警察 警察也是黑帮 很多警察都是黑帮 很像你是黑道老大 我是警察 警察于是黑道老大 又很开心 那个黑道因此这个高 比较高级警察 牙师很高兴 两个都走在一起了 走在一起了 就想办法 自己合作来 看看有什么生意做 有什么赚钱的路去走 我当了 我警察不知道了 我当了三年警察 他就知道我背景了 后来查到我的背景 有那个帮会背景 说要我退出了 不能当警察了 那我不当警察的时候 我都出来 反正警察不当了 我也是一个帮会的人物 所以我出 那时候我都 想到我都出来 混江湖了 香港很多帮会 几十个帮会 那你进哪一个帮会呢 那个时代 五零年六零年时代 比较有名的帮会 就是44K 当警察的经历 让陈惠敏 更懂得钻法律的控制 很快 他就在14K 当上了小头目 高峰期的时候 广州门徒的陈惠敏 手下有四五百个小地 整个金沙嘴地区 都是他的地盘 甚至有一条街 被称为陈惠敏街 风头一时无量 我二十五岁已经当小头目了 那时候 有点小名堂 很多夜总会 卡拉OK 整个检查地区 就是我的地头 我一逛街 保镖 小地一带都 感觉很威风 年轻时候感觉很威风 现在不是啦 现在我一个月走路 我一直开车 以前我一出去 起码十个二十个 我的门上呢 有点干我学武功的 然后有干我寻找江湖的 大概那个时候有几百个吧 四五八个吧 我喜欢门上呢 我要长相要好一点啊 高高大大啊 我不喜欢看出来 就很像黑烧黑的 我不喜欢这种小地的 一看起来就是烂闹黑包 我从来不会用这个小地 从十二岁练武 到在闹市街头砍沙 陈慧明可谓是一路打出了名堂 当时的香港治安远不如现在 邦慧在街上群殴肆无忌惮 用他的话讲 打几场漂亮的仗 出名后 就会有很多人找他看场 就这样陈慧明在邦慧的名声 扶摇直上 我们我从小学SI 我已经学武功了啦 一直到我当玉菌的时候 我已经在玉菌里面 已经代表玉菌打拳了 打那个我们叫四羊拳 拳击 你出来混加武你一定先会打 那个时代你不会打你出来混不行的 所以你要做我小弟先到我 我武馆来学武功 可能你要出来打 你打不出名气 你混血人都没用 因为很多人 要会跑到你的地盘来搞事嘛 跑到你地盘来搞事 你要教训他 告诉他这个地盘 你不然再来 这个地盘是谁是谁是谁的 你再来就要杀你了 一定要怎样 那时候一打啦 一砍啦 差不多一砍 十分钟五分钟啦 警察都不会来啦 比电影更加厉害 你现在啊 你砍两下警察都跑到来了 现在以我违规 以前就为了要 要开山匹地 开山匹地 要找自己的地盘 一定要杀啦 你说你当黑要干嘛 就是要出来打打杀杀 打出名堂 那里有一个地盘 那地盘就是你的 那这个地盘就归你所管 你怎么想到来这里啊 我是专程来看你 谢谢 谢谢 来 叫我洛宪 洛宪 香港的黑帮等级森严 多研习自早期的三合会组织 在庞大的14K里 陈慧敏的称号是双花红棍 鼎盛时他是14K里 仅次于元帅的第二号人物 直到今天 陈慧敏依然是很多14K成员的偶像 这个西 香花红棍 香花红棍 不是帮会最高的 将军是 我们是将军 打载 叫416 有帮会有 一个号码 给你的 最大是 龙头 下来是419 419 26元税 26元税 以帮会来讲 香港只有一个26元税 最大的14K 是在这里 别的都下来了 438元税 438元税 有血温 438元税 416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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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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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军营 冲锋行政 打载 中文税 你再够一支 香花红棍 等于你的滋味 跟438元税 差不多 是怎样 最少了 四九仔 刚刚转红 转红 差不多是四九仔 是怎样 以前 十年前 很多都 14K 人家说 不是我 就是 以我为偶像 你问英国一个14K 那个时代都知道 14K是最威风 是情非免的 这个时代 喂 老爸 我挂黄沙马 谁不投你票 就打我去 早期香港各邦会之间的暴力冲突 司空见惯 近年来 黑帮行事 多以何为贵 陈慧敏年轻时 曾结识日本山口组 对于日本黑帮的规矩 他称赞有加 在陈慧敏看来 道义有道 是行走江湖的准则 不可以乱来 你出来混江湖 最重要还是要讲道理 道也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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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黑帮 跟日本的黑帮 相差太远了 日本的黑帮太有规矩了 就像我们中国 以前那个什么 鸿蒙清邦那个时代 很讲规矩 现在日本 邦会也是很讲规矩 他们 邦会从来不会去 欺负老百姓 不像香港那个黑帮 全部欺负老百姓 日本不会的 日本的黑帮 中国呢 只有跟那个大财团 大老板 搞事 不会跟老百姓搞事 因为我跟日本的三苦族 都是很好 日本三苦族 第一个 有中国人背景的 华人 在里面 也是一个主角 就是我称赴明 所以我跟日本的三苦族 那个年轻的时候 都是常常有来往的 黑帮控制香港娱乐圈的传言 由来已久 对此身在其中的陈慧敏 丝毫没有避讳 直接了当地承认 早年的香港电影公司 几乎全由黑帮开摄 直到今天 也有很多电影公司 有黑道背景 不过 已经慢慢转入地下 以前我们拍电影 六几年到七年代 香港的电影公司 全是帮飞开的嘛 除了烧火 家伙 烧市 几个大公司 所有的电影公司 都是帮飞开的 很多演员都是帮飞 但是不敢讲这些事 只有我一个人 孤单讲 是的是 不是就不是 真的真假就假嘛 我不是小族种 不是小职员嘛 全世界是知道你是真的 你说你是假的 你是吹牛自主 自主偏自主了 对不对 现在有很多都有帮飞了 但他们不讲 不敢讲 站岗帮飞了 也不合法 但是你是帮飞 你不去犯法 警察不会管你的 不会抓你的 你帮我 香港帮回太多了 要没有退休的 在众多香港黑帮掌控娱乐圈的势力中 刘嘉玲事件被提及次数最多 对此 作为曾经直接出手摆平此事的陈慧敏 向我们还原了世间的原貌 而关于蓝结英遭大老强奸 李小龙是否死于帮会利益之下等 诸多传闻 陈慧敏更是知无不言 我从来在电影圈没有欺负过一个演员 没有我是帮会老大 从来没有 很多演员有给帮会欺负 拍完电影帮会不给钱 很多都来找我 我都会帮他把钱收回来的 有这个事情 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是真的 刘德海也没有报警察 但是所有香港警察都知道有这个事情 后来用车去刘德海那个人又给抓了 我听到这个事情搞得很大 所以他时候给这个什么大哥抢劲 那个时代呢 抢劲我就不相信 你是一个电视小演员 你要拍一个大哥的戏 很多都给大哥抢劲了 我们就抢劲了 很多的演员都跟男主角都搞在一起了 你跟男主角搞在一起 你西方有机会拍电影嘛 而且你拍电视局嘛 香港你拍电视局呢 你要红才可以拍电影 你会跟很多演员合作 大哥觉得谁我不知道 听俗语怎样 那有强奸啊 没有 强奸的时候你马上就报警察了 只是你现在才讲 对不对 那有强奸那么简单呢 可能反正 他不知道 谁谁都不知道 他才知道是谁 他才知道是谁 我们想了 有点印象到我们不管讲 对不对 不管讲 有那个都可能死掉了 已经死掉了 听俗那个已经死掉了 这个事情我很清楚 因为呢 很多人说刘嘉玲 是给某某老板 抓他照相是怎样 不是的 不是的 都是伤了 真的事情是怎样 刘嘉玲开两车 开车 有一个他的眼 有一个鼓子 就是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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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毒的 粗把粉的爛仔 一看到刘嘉玲开个车 哎 嘉玲 嘉玲说 不管他 把将官拿开 那这个男人呢 这个男人呢 这个男仔呢 就跟着刘嘉玲的车 就到了那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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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呢 就把刘嘉玲抓起来 穿了衣服 照相 抓他这帮人呢 他的老大 我认识他的 另外一个帮会的 后来那时候呢 抱着警察吧 你抱着警察呢 警察都会很重视这个事情 还有 刘嘉玲是我们电眼圈的 我也是电眼圈的 这个事情 我也很生气 我很生气 不可能对嘉玲 用那么暴力 后来呢 他老大 出说 有三张相片 刘嘉玲相片 就拿给我看 我就看 三张 把衣服脱掉了 也没有要求 他拿钱 没有 他就跟我讲 我就跟他讲 你不要再搞刘嘉玲了 他把那个相片交给我 假如有 不要你钱 不说 相片给你多少 不 没有 没有奖餐 是我把他拿回给刘嘉玲了 后来呢 我就 那个时候我跟韦仔 梁秋伟刚好拍一部电影 我就把那相片 就给了韦仔 因为呢 没有底片的 他是马上抓到刘嘉玲了 就马出去 摆回鱼那份 马上买这个相机 这个即影即影的相机 就怎样了 不是有揭发是搞不是 后来这个事情呢 我去摆片了 他把相片拿回来 摆片了 后来那个 那个男子呢 坐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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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了 出来 出来 在家里呢 翻盔头 哎呀 还有一张相 还有一张 刘嘉玲的相片 就卖给那个杂志了 又搞出了一个大事了 我还 我还帮 帮那个警察 我还去帮警察 后来 因为他不讲道义了 那个人 我叫他不要再发生 他还要不讲道义了 警察就把他抓了 我们告诉警察去抓他的 嗯 跟他的老大 他不是我们帮去的 他是另外一帮帮去的 是水防的 没有 假的 嗯 有 所以刘嘉玲给强箭嘛 假的 有一个很像刘嘉玲 就以前呢 他会什么都做出来了 有点像刘嘉玲 就搞一个刘嘉玲啊 给他抢 假的 不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嗯 有我们电眼圈的 尴尬烦脸了 是吧 我 我不是我 哎呀 明哥你不帮帮会 要帮演员 我也是电眼圈啊 你搞的演员 就是我们的演员啊 对不对 你没有人跟他出面 我来出面 跟你们别的帮会谈判 他们都很给面子 嗯 绝对不会 那时候包会啊 不敢敢搞李小龙 谁都不敢敢李小龙 啊 绝对不会 他死了可能 因为他练 他练武练得很厉害 吃鱼也吃得很厉害 可能啊 约对症 发生这个 这个 这个 心体上那个 拖人家 很难讲啊 人家死了 马上就死了 很难讲啊 吃了约 可能吃个约 这个约 这个约 约同约 可能有点问题 反应 反应 李小龙有一个病啊 就是叫做 症 症 哦 李小龙啊 常常啊 三两年啊 都会有 有些 发作的 军连啊 这拖人家 抽根 啊 突然间会有的 你 小龙会有这个事情 我没有见过 但是 有很多人见过 小龙知识也讲 他知识也讲嘛 所以他对心体 李小龙很 很爱惜自己身体 他要 他也知识讲 我长得那么小 但是我要 把我的力气 他比我高很多力气 比我打一架 比我壮啊 还比较强 李小龙想 学到他是 想变的那个 武神 武神一样的啦 嗯 啊 因为那个时代 崇拜人 崇拜他的人 太多了 嗯 但是 是不是 杂志 新闻 把他捧到 很像神一样啦 也不会 不见李小龙还是一个人 还是那么小 跟我一样 那么 啊 啊 还是 心车要是那么小 你怎么念 都 不能够抽 抽过你的体能 真的 陈慧敏 在大荧幕上活跃的年代 正是香港功夫片的黄金时期 在陈慧敏眼中 能称为巨星的只有李小龙一人 而对于真子丹宇宙最强的称号 他却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功夫鬼神只有一个叫李小龙 李小龙被我带四岁 哈 我们家因此 也 也是朋友 那时候呢 李小龙腿得最快的 齐了很快 我出拳也是最快的 哈 所以李小龙的腿 秦慧敏的拳 李小龙 也没有到旅台 真正比赛过 反而我打了很多农场 但是我也看到 打人 比武 他武功比我厉害 这是真的 比我厉害 但是真的打起来 谁好打啦 不知道 真的要打过才是 头数那么高 李小龙跟我 他还穿高线鞋 我还高他一点点 但是他利息很大 他跟音质上不一样 尤其是他感到小 个子感到小 什么 宇宙最强嘛 你个子小子小子 怎么贴 不可了嘛 好吗 但电眼圈是怎样 你不要笑 走来 好啊 没关系嘛 谁会走来的嘛 不走到怎么捧之子呢 对不对 但是不要走 走到太太厉害 对不对啊 李小龙不敢说 他是 宇宙最强 你怎么说宇宙最强呢 你个子小 永远都是不够个子打 打了打了 上面都是这样的嘛 他也 子弹也 拍了十几年彩虹了 彩虹 也是很辛苦的 他应得 他是北京五十学院出来的 打得也不错 但是他没有相关理台 你要去比赛 真真打给人家看 你只要盯人 盯人 盯人一个打五百个 一百个都可以 没关系 你上去真的是比赛 你才是真真好打 嗯 陈龙 这个好老弟 他 他也 很想 学武功 他以前呢 是杂技 那个干锋金宝啊 原调啊 一大堆师兄弟 从小都开始会打的 所以他对电影呢 看镜头啦 做五十指道啦 第一流的 从小就电影器去生 他的武功呢 是电影武功 是杂技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真的这个打 但是他拍了那么好的电影出来 打得那么好 成龙发了很多心去学的了 近年来 已经鲜有露面的陈慧敏 慢慢淡出了影视圈和黑道两个江湖 直到去年 深圳警方突击检查香港黑帮何胜和 在深圳的一个宴会 作为嘉宾出席的陈慧敏 同时也被带走调查 一时间 这位昔日黑道大哥再次走向台前 不过现在的陈慧敏 倒更喜欢敏歌 这个平易近人的称呼 做了一辈子黑社会 他不想再做老大了 在江湖上 我已经讲句不好听 已经上到很高了 在我帮会已经上到很高 我也不会再上去的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 我还有我的小弟 手下名声要是几百个 好多事情不用我去了 去年有一个新活的 一个老大 杰芬 杰芬呢 就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分离 我们做分离呢 因为很 在深圳 我就称这个分离 真的是一个分离来的 可能是香港欧阶的反黑组 给电话深圳的反黑组 说香港那个有一个新活的崩溃 在深圳福田那里 一个酒楼 选那个新庄管 新的老大 交接 其实不是 真是结婚 但是那个结婚人是新活 刚刚选出了一个办事人 坐下没多久 三把警察就把船都抓去了 船都抓去了 所以深圳的警察呢 也很聪明的 也是很厉害的 他也知道我不是新活的 我也告诉他 我是阿Sir 我不是新活人 但是我知道你 我向往知道你是谁了 你叫秦慧明 你是44K老大 你不是新活人 都是很清楚 比香港的警察感到清楚 我也不会没有那个 气度那个东西 一人要认识你什么都没有了 好 后来 我这第一个放我走的 新闻公报出来 我到国内去喊到自己 哎呀 香港的黑包老大来了 哎呀妈的 香港的演员来好不好 你不是来 你习惯了 我要习惯没关系 你叫我什么我都没关系 就要不要叫我黑包老大 叫我明哥 你给我面子叫他明哥 我就很开心了 因为我做老大做太久了 我做了50年老大 我不想做做老大了 陈慧敏和成龙的私交甚度 对于成龙之子房祖明 稀释大麻被捕一事 他的联系异于言表 他也希望公安机关 可以给他改过的机会 这个事情真的 大家都想不到 孩子大了真的很难管 包括我孩子一样 很难管 在我们香港来讲 在欧洲来讲 大麻是很小事情 是很小事情 很多口法 我现在就希望成龙 不要对孩子太过 怎么 咋怪他 教他好了 年轻人 谁都会犯过错 你成龙也犯过错 对不对 对不对 香港人员很多人 香港人员百分之 一般都超过大麻 我说的百分之七十都超过大麻 所有肚病都不好的 包括大麻也不好的 现在年轻人比较运动多一点 好像成龙的孩子 现在长相又那么好 有那么好的父亲妈妈 应该把它盖掉了 不要再臭了 因为怎么好 你还是成龙的孩子 我也希望 国家 对成龙的孩子 因为他还是年轻 应该 放他一马 年轻人要 给他一个机会改革 不要太过 针对他了 年轻人马 给他改革机会 将来他还会 包打我们国家的 不要对他 叛行 他太重不好 回归后 香港的黑社会势力 一度消沉 聊到现在的帮会 陈慧民表示 帮会也是爱国的 跟国家对抗是行不通的 由于香港良好的治安情况 黑社会也变得以和为贵 而陈慧民本人 更是从凶悍的黑帮老大 变成眼前 这个和善豁达的老人 以我一个上沙仔 小中比业 不是高中比业 出来一起 从当警察 当当 行走公路 很多事情 大风大浪 大风大浪 经过好多 杀杀打打太多了 现在还坐在这里 我感觉到我的命 已经 捡回来的了 英国一走都给人家杀死了 我就杀死人坐牢 是怎样 现在老了 你最好说我不要黑社会 你说我是做商人好了 做商人好了 现在我要叫很多年轻人 不要进黑社会 黑社会落后了 不一样 不一样了 以前香港讲黑社会 回归我们祖国了 你讲什么黑社会吧 中国怎么可以有你黑社会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香港的帮会 要是爱国的 要是听国家命令的 真的有的国安局都会 他不是跟你什么合作 国安局怎么会跟你黑帮合作呢 他只有命令下来 你就去做 你所有香港的帮会 不敢跟国家国安局对抗 你一跟国家对抗 你叫美运行 管你是什么帮会 回归之后 最大的帮会改变 就是以我为归 做生意做经常 可以反馈 不能犯法 澳门开赌 很多有钱的开赌 做生意 做酒楼 做茶餐厅 很多都是帮会做的 都是慢慢 慢慢做 着 次 我 和你 还是 特别 是 被追 我 是我 原谅我几番望就冲动过 原谅我始终愿有拖累太多人朝美 冲山当初车 黑黑火刀山里火海里 从来没继续 有一天赶上葬礼落下 把酒干杯送开牵挂 哼过去酒饮那股 这黑二母家 都一天得到宽妇圈话 心照一刻抱拥一下 当天如血飞散 谁说八过这年华 明白最深的说话都为我 明白委屈的眼眸 忍着痛楚 常年有跟着 只得这一刻火 冬笔里西传里 仍然梦居不 仍然梦居不